两个人从家 还得好 再考虔 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大街小巷 高雄市前镇区的中校里里长陈冠良为人和善 第一届当选里长就拼尽全力服务里民 照顾弱势家庭 关怀弱势学童 但三年半忙碌的生活 让里长在前阵子病倒了 里民们都相当心疼 吃也没有照时间 睡也没有照时间 都是这样子 一天一天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都是累积的 已经快三年半了 他就倒下去 病情急转直下 大家都非常担忧 前任区长号召所有里长们 一起来到施甲慈民宫 手握清香 为里长祈福 集合众人的一个力量 在恳求我们施甲慈民宫 天上圣母 妈祖婆 为我们灌粮里长加持 让他的身体就早日康复 他都叫我大哥 我还当作自己的兄弟 我希望你的意志也非常坚强 要战胜病魔 冠粮他虽然是第一次新的里长 但是他多好我对我对民理 他做了很多事情我都看在眼里 余代哽咽 提到灌粮里长 大家都赞不绝口 当省第一届 服务三年多来 他认真的付出 众人都看在眼里 民意代表也纷纷到场 一起为里长祈福 合在一起来帮助他 帮助一个真的能够帮我们社会 服务的一个里长 不管是在为人处事 还有他在整个里长 每一个社区里面都非常的奉献 所以今天透过区长来通知所有的里长 还有希望跟他祈福的每一个人 希望他能够健康赶快好起来 来这里祈求 我们的神明可以保佑 让我们的里长可以早日康复 顺利渡过难关 众人诚心的向天上圣母祈求 灌粮里长的病情能够好转 战胜病魔回到里内 继续用真诚的服务温暖大家的心 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